大家好,我是小吴子 上些日子一个朋友花了32分多买了奇亚加华MPV车型 结果他开了一段日子之后呢 很后悔当初没有选择这个丰田塞纳 其实这个加华这个车子啊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唯独不能跟塞纳媲美的就是它的油耗方面 加华实际油耗要达到10个11个左右 这个油耗 那么塞纳呢,由于是松井混动,是吧 所以说它的油耗更低一些 7个左右到8个啊 所以说唯独油耗不能跟这个塞纳比对 其实的行车质感呢 内饰做工用料啊 隔音静音呢,都要比塞纳好很多 那么塞纳,它这个松井混动 大家能够知道 丰田的TSS松井混动系统 到现在非常成熟,非常稳定了 能用度很不错啊 适合于四驱待步 现在所有的就是说中大型MPV 因为本身车子很大嘛,是不是啊 很重,然后就是说 都出了混动车型 为了就是说,降低它的油耗 而这个加华呢 它的劣势就是说 一直是常规汽油车的 没有混动车型,吃了亏 其实这款车吧 要跟常规的这个汽油车的比 还是非常优秀的 它是基于现代的IGMP 模格化平台打造的一款车吧 现在所有的韩系车 都是这个模格化平台 还是非常优秀的 而且标配了这个 R2级辅助车系统 定位中大型的MPV车型 那么收价是29万到34万之间 那么全系是7座 它的A柱B柱 关键部位都使用了1500兆帕的热身性钢 车身强度是可以的 那么动力上它搭载一个 起压制度研发的2.0T的一个 涡轮质压发动机 那么纽织是353 马力是233 这个车子动力呢 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由于车子很重很沉嘛 你要说多猛 它没有 但是你要多弱 它也不会啊 也是非常不错的 匹配的一个 派沃泰和 戴摩斯一起研发的 8AT变速箱 那有人说 到底是派沃泰呢 还是说 坦迪斯呢 是什么变速箱 其实呢 后期啊 他们这个变速箱呢 就是 前期呢 是派沃泰的 摩比斯 摩比斯鞋下派沃泰 后期是派沃泰和戴摩斯一起研发 叫做这个6AT和8AT 这个变速箱呢 专门提供给这个奇亚 还有现代车型 所以说 它这个变速箱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绝对是非常优秀 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的悬挂是前麦克逊 后面是多连杆的悬挂 都是双方双方的钢板悬挂 虽然是没有铝合金材质 但知识性 扎实感是非常优秀的 粗度厚度 都是非常好的 整台车实际开起来呢 它只需要加92TQ 那么底盘悬挂 调教的软硬适中 动力呢 你说多强 没有多强 你说多弱 它也没有多弱 整台车的行车质感 这台车呢 没有混动车型 所以起步加速的时候呢 它并没有这个赛纳加速那么好 毕竟这个起步的时候 赛纳用电驱动车吧 当你去急驾速的时候 它用电机发动机一起驱动车吧 动力更加强劲一些 隔音方面 静急发动机的声音方面 会更小一些 这是赛纳的优势 而且油耗偏低 这是它的优势 但其余的部分啊 真的没有这个加滑那么好 那么起压加滑 车的产品力是非常优秀的 为什么卖的不好呢 因为它的定价太高了 如果它的定价能在 二十五六万到三十万一里 我想这车呢 一定会大卖的 那么小伙伴 如果让你再重新选择一次 你会选择哪一个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